稀里里,我是专马 上一期我们看了迷失主角团回到了和原来的现实有着微妙不同的现实世界 因为按照杰克的预想,清弹一旦引爆成功 此场就会被中和,天鹅战不必建立 8月5航班就不会实施 这是一种可能性 而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还是留在荒岛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在该咋咋的这种可能性之下 荒岛发生了什么事 随着清弹爆炸,众人从爆炸中清醒过来 发现他们只是被送回了正常的时间线 清醒过来的索耶立刻暴揍杰克 都是这王八蛋搞事 凭着根本没有道理的信念 非要引爆清淡,回来了又批用 这可是赔掉了爱人朱丽叶的命啊 忽然,朱丽叶的声音传来 他还没有死,正被埋在仓体底部 众人马上齐心协力搬开铁皮 索耶第一时间跳进洞中 重伤的朱丽叶无法移动 他最后只要求索耶亲近自己 还想告诉索耶一件很重要的事 可没等他说出口,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索耶悲愤地爆出朱丽叶的尸体 他要和杰克决裂 老萨的伤势非常严重 死去的雅各布灵魂找到小胖哥 告诉他想救老萨就去神殿 具体位置韩国男知道 就是当年穿越时 法国考察队男人们被拖走的地方 小胖哥说不清他为什么知道要去神殿救人 恰好杰克正处在低谷 他自然害死了朱丽叶,也救不了老萨 小胖哥干脆接过指挥权 这件事你别比比,听我的就行 顺道带上了当初雅各布交给他的吉他盒子 所以没有跟着众人离开 他拒绝了凯特的帮忙 招呼麦尔斯留下来埋葬朱丽叶 并明确表示事后不会去找他们会合 麦尔斯能够和死人通灵 所以留下他就是为了打听 朱丽叶临死前想说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麦尔斯感应过后表示 两人都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众人抬着老萨来到神殿外围 在隧道里穿行时 凯特、小胖哥等人接连被其他人抓来起来 押送到了神殿跟前 神殿的首领直接下令开枪杀掉完事 小胖哥激动的打喊是雅各布让他来的 还拿出吉他盒子作为证据 首领打开盒子 里面放着一个木雕 砸开后露出一张纸条 等小胖哥等人依次报出姓名后 首领放他们进入神殿 看样子是要救助老萨 当小胖哥问起纸条上写的是什么 首领的翻译官告诉他 神殿内部有一大池子水 原本应该透明清澈 可现在却变得非常浑浊 首领割开手掌伸了进去 等收回时伤口没有愈合 似乎是泉水出了问题 看来泉水应该是治愈伤口的关键 泉水变浑浊可能与雅各布的死有关 首领表示 救治老萨可能存在风险 但现在的情况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杰克同意把老萨交给他们 首领果断让人把老萨抬进泉水里 导致巨大的沙漏几时 老萨整个人被埋在水里不断挣扎 首领没有丝毫动摇 当沙子漏光 老萨也失去了动静 杰克试图做心肺复苏 没能救回老萨的命 众人颓废地坐在泉水池边 没多久 麦尔斯被其他人推了进来 原来他和索耶遭到伏击 麦尔斯战斗力不够被活捉 索耶奋力反抗就被打晕 翻译官单独把小胖哥带给首领问话 这才得知雅各不宜死的消息 整个神殿的人都忙碌起来 首领发动他们在各处布置防御工事和警报 用灰色土质绕着神殿撒了一圈 翻译官解释 小胖哥蹲在老萨的尸体旁 悄悄让他以后觉得寂寞 可以用灵魂态找自己玩耍 麦尔斯却觉得不对劲 他完全感受不到老萨的灵魂 所以醒了过来 非常厌务地看着杰克 不过这次他没有动手 让这家伙和自己一样 待在荒岛和受罪 才是最好的惩罚 翻译官想带杰克去和首领聊聊 杰克不愿意 正直间已经死去的老萨忽然活了过来 众人非常高兴 还以为之前的泉水救治有了效果 为着老萨嘘寒问暖 索耶没有上前 他仔细地观察审殿人员的武装配置 决定逃跑 翻译官把这个情况汇报给首领 这显然不是一件好事 首领立刻带人要把老萨带走检查 结果不愿意双方起了冲突 索耶撑乱抢到一把枪 禁止离开神殿 并警告凯特不准跟踪自己 首领一把把老萨带去室内检查 一边派人去把索耶追回来 凯特凭借追踪的本领 自告奉勇为他们带路 为了保证他的安全 韩国男资源配同 老萨被绑在一张床上 首领对他进行电疗 烙印等一系列酷刑 翻译官表示 这些操作都是测试 现在恭喜老萨通过了 但具体测试的目的是什么 翻译官闭口不谈 等送走老萨 首领这才说了实话 老萨没有通过测试 看到同伴被虐待 杰克要讨个说法 直接闯进首领房间 翻译官给出解释 老萨得了传染病 首领亲手做了颗药丸交给杰克 让他劝老萨服下 不然这病会传染开来 杰克把翻译官和首领的话告诉老萨 内心始终下不了决定 老萨确实是在神殿里复活的 但他们并不完全信任这些其他人 这药到底吃不吃 老萨愿意听杰克的选择 杰克再次走进首领的房间 首领把玩着一个棒球 杰克不知道药丸的成分 因此没有喂给老萨 而是当着首领的面 把药吞了下去 这下首领急了 把药从杰克嘴里打出来 这才坦白 药丸是毒药 看忽悠不过去 首领和翻译官说了实话 他们认为老萨死而复活 是被复生了 当然不要呼唤温家双杀 这种复生不属于鬼怪范虫 这话也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同样的事情 在克莱尔 也就是杰克同父异母的妹妹身上 已经发生过了 杰克忙着整理头绪 老萨感觉整个神殿的人 看他的眼神都怪怪的 他需要知道真相 杰克也没有隐瞒 把首领的话告诉了他 小胖哥和马尔斯心思简单 就快活许多 两人甚至玩起了简易游戏 玩了一阵小胖哥饿了 去泉水池边找点吃的 却见到了雅各布的灵魂 雅各布需要小胖哥帮忙做事 让神殿的人知道 有人要来晃倒了 根据指示 小胖哥在神殿通道里 找到外出的密道 并成功打发走路过的首领 原本小胖哥想单独行事 但雅各布坚决要求带上杰克 小胖哥没有把握说服杰克 雅各布给他出了主意 成功勾起杰克对雅各布的兴趣 跟着小胖哥溜出神殿 想见雅各布一面 途中遇到了凯特 身边既没有索耶 也没有韩国南 他的遭遇稍后再说 凯特现在独自行动寻找克莱尔 杰克隐回地提醒他 克莱尔已经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杰克跟着小胖哥前进 来到一座神奇的灯塔 杰克问出了我的疑问 别问 问就是编剧和导演的 灯塔定层是一个巨大的圆盘和镜子 小胖哥拉动铁链 镜子转动后 不断显示出陌生的场景 杰克发现 圆盘上的23号刻着自己的心事 立刻让小胖哥把指针转到那里 此时镜子里出现的是杰克从小生活的房子 雅各布始终没有出现 杰克觉得自己一直生活在他的监视中 愤怒地砸掉了镜子 事后呆呆地坐在教室上 看着远处的海平面发呆 直到这时雅各布才出现在小胖哥面前 他并不在意杰克砸坏了灯塔 因为这就是他的目的 有些人必须破而后立 杰克就是这样的汉子 告诉他怎么做他不会听 只有让他自己冷静思考 才会真正行动起来 除了让杰克重新振作起来 雅各布把两人叫出神殿 还有个重要的原因 神殿已经不安全了 又坏人要闯进去 他只能保住小胖哥和杰克 其他人就顾不上了 再来说说凯特和韩果男 他们带着两个其他人外出 半路凯特把其他人打晕 他不信任神殿里的人 也想去陪陪索耶 于是趁机逃跑 但具体之后做什么 他还没有计划 韩果男更想找到 适世的印度航空 找到同座飞机前来的妻子 让人想法和目的都不同 只能分道扬镳 卡特回到社区 看到索耶从房间里 翻出一样东西 很明显承载着 他和朱利叶的回忆 卡特有些失落地走开 被警觉的索耶发现 两人坐在海边散心 卡特回到荒岛 是为了找回小亚伦的妈妈 现在克莱尔没找到 还因为自己追到潜艇 阻止索耶离开 导致朱利叶无辜惨死 他觉得糟糕透了 索耶打断了卡特 他已经深刻地意识到 还是朱利叶的不是别人 是他自己 是他的固执 连累朱利叶困手荒岛 使他的犹豫不决 让朱利叶没有安全感 刚才从房间里翻出来的东西 是索耶准备向朱利叶求婚的钻戒 然而直到朱利叶死 都没有送出去 现在朱利叶死了 索耶把求婚戒指扔进海中 劝凯特回神殿 而他活该在这个荒岛上 孤独终老 韩国男的运气就没有这么好了 他被醒来的两个其他人追上 还踩中了朴兽夹 其他人中老黑想着带他回神殿 另一个却不管不顾 想打死韩国男 关键时刻 克莱尔救了韩国男 他的穿着 大扮和神情 和几年前有了很大的变化 克莱尔把韩国男带回居住地 还把装死的老黑抓了过来 趁着他外出寻找救治伤口的草药 黑哥提议 和韩国男逃跑 克莱尔已经不是他认知里的熟人 分分钟会杀掉他们的 这三年来 克莱尔认定是其他人抓走了小艾伦 不管其他人怎么否认 克莱尔就是不信 常常抓来其他人靠问 问不出结果就杀死他们 关于小艾伦的下落 克莱尔表示 都是自己的父亲和朋友告诉他的 处理好韩国男的伤口 克莱尔举起斧头开始逼问黑哥 黑哥坚决否认他们绑架了小艾伦 眼看克莱尔要杀人 韩国男立刻说实话 凯特带走了小艾伦 他很安全 即使得到了答案 克莱尔还是一斧头看死了黑哥 这把韩国男吓坏了 眼前的女人 真的和原来的克莱尔不一样了 当克莱尔再度问起小艾伦的下落时 韩国男感觉不妙 因此撒谎 说刚才是骗人的 韩国男的预感没有错 克莱尔毫不掩饰的坦白 他对儿子的执念已经深入骨髓 如果真的是凯特带走了小艾伦 他根本不管理由 只会杀掉凯特 这说着 克莱尔口中的朋友出现了 居然是贾洛克 说到贾洛克 我们看看杀死雅各布后 他经历了什么 本呆呆地看着火堆 不能相信雅各布完全没有反抗 就这么死了 贾洛克不管本的心理活动 反正这家伙的利用价值已经结束 让他去沙滩上把理查德叫来 本刚出来找理查德 就被扔到真洛克的尸体前 本吓坏了 真洛克在这儿 那里面的是什么鬼 理查德试图问出雕像内部发生的事 求生欲让本选择自保 想知道就自己进去看 别笨我 壮汉们等不了这么久 直接拽这本闯了进去 一听说雅各布死了 壮汉们开枪袭击 可子弹射到贾洛克身上 完全没有用 转眼间 贾洛克不见 黑烟气势汹汹地涌进室内 三下五出二给壮汉们发了便当 本战人金金躲在角落狗住一命 黑烟消失 贾洛克再度出现 看来贾洛克就是黑烟幻化的 黑烟自称是人 他能够幻化成死人的模样 并获取他们的全部记忆和感受 本才反应过来 自己被黑烟利用了 神殿外围地洞里看到的小A 是黑烟为了控制自己幻化的 而这一切 只是因为黑烟无法亲自动手 伤害雅各布 只能借住别人的手 黑烟现在幻化的模样属于洛克 洛克在岛上获得新生 他是真心想留在荒岛上过日子的 然而黑烟的愿望与洛克完全不同 他想离开荒岛 打扫好战场 黑烟离开雕像内部 走到理查德面前 所有人看着洛克的模样 都感到害怕和震惊 黑烟似乎很早就认识理查德 直接把他打晕带走 没有人敢阻拦 黑烟带走理查德 幻眼巧语地希望 他能不再为雅各布效忠 自己可以给予平等和尊重 只要理查德投入自己的阵营 理查德虽然有点动摇 但还是坚定地拒绝了黑烟 黑烟有些不高兴 似乎下一秒就要杀死不识相的理查德 可他忽然看到远处有个金发男孩 脸色变得惊恐 转身慌张地离开了 黑烟离开雕像后 伊拉娜走了进去 独自蹲在角落 为死去的同伴和雅各布哭泣 本小心翼翼地走到一旁 告诉他是黑烟动手杀了所有人 包括雅各布 还把雅各布的尸体扔进火堆里烧成了灰 伊拉娜取出随身携带的袋子 心心地把雅各布的骨灰装了进去 本对黑烟带走理查德的原因很好奇 伊拉娜却很明白 黑烟正在招兵买马 聚集属于他的力量 等伊拉娜收拾好东西 却发现沙滩上的其他人都不见了 他们都去了神殿 伊拉娜赞同这个决定 说服韩国女等人也一起前往 不过在此之前 他们要先让洛克入土为安 伊拉娜把洛克的尸体带到雕像处 是为了警示所有人 他们的敌人是个能够变身的恐怖家伙 不过雅各布死后 现在黑烟似乎只能幻化成洛克的模样了 死人把洛克的尸体运到815航班逝世者目的 生气的是本发表了埋葬感言 并坦白地说出自己杀掉洛克的事实 也真正感受到洛克虽然有些固执死板 但他是本永远也做不到的一个好人 这也许是对洛克最好最真诚的评价了 就像伊拉娜推测的那样 黑烟没有说服理查德入伙 于是找上了索耶 失去朱丽叶 索耶就过上了酒鬼生活 但这一点也没能影响他的机制 一眼就看出 这个披着洛克外表的家伙 并不是洛克本人 黑烟很惊讶索耶的敏锐 不由得更加欣赏他 索耶懒得理会黑烟 黑烟也不在意 他手里有吸引索耶更大的筹码 8月5航班众人流落荒岛的真正原因 索耶跟着黑烟走进丛林 烟前突然出现个金发男孩 这次不止黑烟看到了他 索耶也能看见 黑烟这下不慌了 追着金发男孩跑了上去 半途跌倒在地 金发男孩站定在他面前 脸上带着遗憾和可惜 这一刻黑烟脸上倔强的表情 和曾经绝望的洛克一模一样 黑烟追上男孩跑了 留下索耶一脸懵逼 李泽王八丹去哪了 赶紧飞来 黑烟没召唤回来 倒是理查德满脸憔悴 胡子拉扎的出现 劝索耶离黑烟远远 因为黑烟不是人 他的最终目的是杀死岛上所有的人 理查德也来不及解释 眼看黑烟就要回来 他只能先跑位上保命要紧 黑烟回来后询问 刚才索耶在和谁说话 索耶忽悠了过去 没有暴露理查德 理查德的话提醒了索耶 他举强对准黑烟 想试探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 黑烟打起了感情盘 他曾经也是人 但是被困在荒岛上很久了 他的愿望和很多流落荒岛的人一样 离开这里 索耶听了没有完全相信 还是决定先去看看 黑烟说的 他们流落荒岛的根本原因 顺着黑烟的指引 索耶来到海边悬崖的山洞 这里是雅各部的居住地 山洞入口处放着一架天平 左右两边放着一白一黑 两个石块保持平衡 黑烟拿起白色的石头 毫不迟疑地扔进大海 随后举起火把 带着索耶进入内部 洞穴深处的墙壁上 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编号 和对应的人名 有很多被划掉了 还有几个保留着 23 捷克 8 小胖哥 16 劳萨 42 韩国夫妻之一 4 洛克 15 索耶 有数字对应的人 都在生命的某个时刻 遇到过雅各部 黑烟表示 雅各部会在他们 脆弱无助的时候出现 操纵他们做出某种决定 直到把他们逼到黄岛上来 这些人都是雅各部的候选人 有可能接任他成为下一任岛主 岛主的责任就是保护黄岛 索耶问起岛主要防止什么东西 黑烟却激动起来 声称黄岛没啥要保护的 直接转移话题 询问索耶 要不要跟自己一起想办法离开黄岛 索耶坚定起来 表示要离开这里 815航班主角团们 都是雅各部选中的岛主候选人 山洞墙壁上的人民对应的数字 很明显和小胖哥害怕的诅咒数字串相同 那么他们流落黄岛 却是有宿命的感觉 如果雅各部很早就选中了他们 那么黑烟就是雅各部的队里面 他幻化成杰克父亲的样子 忽悠洛克出岛 红遍克莱尔 又幻化成洛克的模样 搞东搞西 雅各部作为岛主 责任是守护黄岛 根据黑烟激动的反应 可以推断雅各部再阻止黑烟离开黄岛 现在雅各部已死 黑烟却还在召集人手 难道还有什么能够阻碍他出岛吗 索耶和克莱尔会站在黑烟这边吗 捞撒的内心会被黑暗感染 变得像现在恐怖的克莱尔一样吗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吧 求留言 求弹幕 求留言 求弹幕 求分享 求关注 夏天快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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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